面相上会不会也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究竟一个人 对不对长头发的呢 天明师傅 如果他本身八字 因为头发是属于木的 中医也是的 如果八字是寄木的话 就不应该留长头发的 是 长毛他本身是属水的 木就是他思想一粒星 就是很多木的话 就代表很多东西想 很多计划性 很感性 但因为他本身的木过往 其实如果留长头发的话 就更加多东西想得到的 其实我就不觉得 很粗糞 其实就不觉得 我不觉得太旺他本身 是吗 但因为他有一个叫色神星 就是特别思想星的 寄木的 因为他还有一个叫偏印星 偏印星是代表 众人皆最后我独醒的感觉 或者会觉得跟别人不同的 所以就会有自己的形象在的 本身 那会不会考虑剪短他 不会的 亦都不需要 可能别人帮我剪 我觉得有机会剪短头发 除非他妈妈也叫 我觉得你 没有了 但是政府叫我剪就行了 不然我坐牢就一定要剪 不过你也曾经试过 我记得那时候我坐牢 我剪了之后 转头看着看着我的头发 有没有哭吗 不是 我是毛骨悚然 我以为有个头放在那里 这么差吗 很差 会有很多的 接着那一晚就很不习惯了 很凉 很凉 而且立刻出了很多的暗床 就是他接触到空气 那些毛孔 不是很习惯 或者很骯髒 那实在 为什么你小时候 不能够跟着妈妈一起呢 因为离异了 我爸爸和我妈妈离异了 我爸爸就不知所钟 我妈妈就要去 帮洋人打工 那我就寄居在 一个疏堂亲戚的家里面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代罪羔羊 因为小时候我都很樊皮 所有的坏东西都当是我做了 但会不会有个心 就很想找回爸爸呢 没有 绝对没有 后来他回来的 后来他回来 我都没对他 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 不恨他 没有感情 不是恨他 我们说爸爸代表走财运的 他十三岁 六、九年 突然间走财运 容易见回爸爸 但因为他的八字 财星不是用神 是帮不了的 其实爸爸是一般的 就是帮不了 为什么他忽然回来的 我想他怒了 是寂寞 但是他回来之后 他又适应不了 因为他是一个人的 基本性格很难变 就是基本性格 就决定了你很多的 行为模式 思想方法 不是短时间可以变 其实这个也是 婚姻制度的盲点 因为你两个人 热恋的时候 当然都可以 但是你 变变了 一住在一起的时候 你那个思想方法 和七十岁不同的时候 你就会 不合适 我想问回爸爸运 其实十三岁后 打厚至三十二岁 他有二十年财运 是代表走爸爸运 其实是回来之后 还是有大家一起住 没有 还是 还是 暂时见一面 暂时见一面 大家的感情非常淡 但是33岁后 是越来越少 没有了 因为我相信 我应该是十八岁那一年 他就去了《极乐世界》 但是你为什么那天自私 为什么说是相信 你不好像不肯定 因为我忘记了 不过了哪一年 应该是那一年 是 好像是《世界杯杯》 应该是七十岁 《世界杯杯》 就是过生的时候你也知道的 我知道 他在病塌之前 我也是探过他 探过他 但是父子感情就是很淡 非常淡 我亦都 他比较迟才生我 所以在这方面 一个代沟比较大 因为差年代太远 就是接触的东西不同 第二就是我很少跟他一起住 所以其实是 实际上感性上的 实际上经历的感性的经历是少一点 我知道他对我好 我知道他很辛苦 是 这是一个意识 到底你是否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不如这样 一会儿我们再回来之后 再请长毛和天明师傅 看一看好吗 好